大龍先生,你好嗎? 我是代表日本電視台 C-E-R-I-S-H-O-S-O的節目主持 這是我的卡片 什麼事? 其實我們電視台 是一個關於香港富豪的特輯 我們覺得大龍先生 你的奮鬥史是很勵志的 不知道你願不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 讓我們跟拍你兩個星期 兩星期這麼久? 我們都明白時間有點長 但是日本人對於大龍先生 他的奮鬥史真的很有興趣 請問大龍先生,謝謝 那就好了,我接受你的採訪 我馬上跟日本那邊聯絡,謝謝 不如你想清楚吧 不用想了 大爸爸,之前你跟記者說得你這麼刻苦 如果你拍兩星期很容易穿波 我不相信他們要跟蹤24小時 我不睡,他們也要睡 請問大龍先生,你真的四點就起床了嗎 當然了,現在才適合貓廁 我坐下而已 今年也不想知道, 找客人 別管了 真心 精神…你們記熟了劇本嗎? 記熟了, 快收起來, 我們快上來 喝一杯, 喝一杯 我連你不喝 糟了, 早上五點 大龍山已經回到公司了 現在凌晨五點嗎? 樓下報警報你們在世上 我都不相信, 原來是真的嗎? 是呀, 為什麼你們這麼多位 這麼早就在這裡呢? 因為我們昨晚凌晨到現在都沒走過 是呀, 大龍山 我們不做完的事, 我們不會下班 是呀… 為什麼你們這麼勤力? 我們都是學你, 老闆 沒錯, 有大龍山 你這麼勤力的總舵子 我們做小事, 你不敢偷懶 你沒事吧?沒事 誰暈倒了? 別這樣 回家 老闆 老闆 不是我們只是炸雲嗎? 為什麼改了劇本? 難道爸爸臨時加了電影? 我們怎麼接呢? 我問一問 老闆, 起床了 是呀, 他們接不到了 是呀… 是呀, 為什麼蜂蜡這麼弱? 怎麼這麼冷? 是呀, 翹火車 是呀… 歡迎各位觀眾 香港人出名勤力 龍錦威是香港最勤力的富豪 我們本來想追擊這位富豪背後的奮鬥故事 但是在過程之中 我們發現香港人勤力和拼搏背後 原來社畜文化和工作過來的問題很嚴重 所以我們轉移去探討這個話題 這次的主角龍錦威 是香港社畜文化的代表 職場的惡魔 好像不對勁 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看來日本人的想法 跟我們有很大的出入 龍錦威每天早上四點就起床開始工作 從早上到晚 每天只睡四個小時 他逼自己過非人生活 變相逼自己的員工都跟他一樣 這位剝削員工 逼自己的員工成為社畜的黑心老闆 最終都付出了代價 大妹,你不要嚇爸了 我是來看不上線的 你肯認了他 我還尊重你勇於承擔 我平時人品很差嗎? 都是要用最直接的方法 請先說好上線 還我請爸 太了道了 沒有心跳 不是吧